從屍體的製作會大概四、兩禮拜應該是有啦 三歲小孩的臺也殺了 大概可能怕這個三歲小孩可能會認出他 應該就是熟人了 我一條人把面背負責的時候 這一定 Jasmine 這個最重要是四、兩三他又還有 但又有聯絡啦 我看他是不是這樣 啊到有又是就不會通了 所以就使馬打了 看這個男子以前進去的大樓 都沒有再回去 那天 離開那天 可能在四月二三到五月 那天 中 人家一天他出去都沒有回來 那天就太冷了 但是從屍體的製作會 大概四 差不多兩禮拜應該是有 因為你如果在室內很吵 差不多兩禮拜 十天至兩禮拜 所以應該是沒有錯 所以只要看到了監視器 中對了 這個胎後 黏三歲小孩的胎也殺了 大概可能怕這個三歲小孩可能也會認出他 應該就是熟人的啦 這很簡單 還有包雜 還有棉被人一包 這幾塊台灣人有 這輪胎是在那邊封熟 那熟人 胎人都會包 包餐單還是包棉被 這我就想不到 我一聽來包棉被 我就想 這一定是食材胎的 還有他們這二四 二十四月 有問題啦 給他借錢 借四十萬 無形 還想要借的那樣 那如果有可能不借 他就要帶來看 我想是這樣啦 應該這個案情就是這樣 他只要現在 只要是看他是什麼殺的啦 三歲小孩是不用殺啦 他說嘴巴有塞毛巾 可能這樣就自食 就叫聾氣了 應該是沒問題啦 老母跟阿嬤 媽媽跟媽媽 這就要看有牙刀嗎 我不知道啦 應該是有個 固定起來 有看手辦公園 有個包 要給他負責做什麼 這些 這些會用這樣看啦 要先看辛苦 有什麼包館嗎 有包嗎 應該沒有一個台 應該是在那裡 要開始講講 要掙扎 把他帶起來 所以 這個女婿會借錢 第一可能獨不 不然就是獨啦 齁 女婿那 應該是這樣啦 還是還有什麼 我在這現在就 阿有說明是 我 負責你包起來這樣 阿三歲五歲還會把他放起來 給你說把他們老父跟他們女兒子 養應該是不用啦 我看是在投錢啦 我認為曾曹寧應該是從四十萬 開始投 他要投 他要再借 他說你一七十萬不行 我要怎麼借你 因為媽媽經常聽到人在吹 吹你吹錢的那個 信息了嘛 他這個又 我想他有把他拔起來了 應該是把我照牌 可是問題目前所知道的是 身上沒有明顯外傷阿 因為你如果說有綁 那個綁痕也算外傷吧 對 對啊 身上沒有明顯外傷阿 沒有綁 沒有外傷 沒有外傷會造成死亡 勒幣嘛 阿勒幣 勒幣 勤募勒幣也算外傷阿 我們會放到那邊看他 你有想到那邊看 他勤募勒痕他看得出來 他可以懷二十四天這樣 有總障牽象阿 對啊 你如果沒有外傷會死齁 你判得真好刺 因為你刺那邊刺那刺很困難嘛 麻煩啦 應該是落筆啦 我想兩個都吹死的啦 阿你不說一個吹 阿一個在那邊看都不求他 所以一定有綁痕啦 這要再看 我想應該沒有錯啦 先把他拿給他特急 總障之後這些判斷有可能看到嗎 對 會看不出來 你如果懷二十四天看不出來 但是要注意啦 因為他的肌肉 你把它刺開之後齁 他的手雖然是總障 但是他裡面的肌肉也都有刺 所以還是有綁人有在啦 生前綁的嘛 不是我比較綁 所以我想是有百股 先把他牽制 就是說 你女兒子這樣好嘛 然後他毛巾死以後 他如果有兩個老子 他女兒跟他女兒都撥起來 一個一個 要給他賺錢做什麼 好主播現在記得所在的地方 在新北市的三重 那三重呢 發清一起重大的命案 有一家三口疑似慘遭殺害 那回顧整體的事件 當時有一名女子呢 是遲遲連戲不上 他的母親大概有到七天左右 警覺不對勁是趕緊的報警 而警方到場破門是發現 屋內有三具的屍體 包括是他的母親 以及二女兒 和二女兒三歲的小孩 當時都呈現 已經明顯死亡了 而他們三具的屍體呢 都是被單的捆綁住 還棉被覆蓋住 一次死亡超過七天以上 那附近鄰居透露表示說 這個三歲小孩 一次臉上有淤親 一次是他的爸爸 攻擊他所造成的 那我們來聽一下 稍早訪問 那根據了解 這間屋子是由他的二女兒 他的母親和二女兒的老公 以及他的三歲小孩 四人住在裡頭 不過他的二女兒的老公 目前人是下落不明 那根據了解 二女兒的老公 疑似向他的母親借了40萬元 是否是因為這40萬引發殺機 警方還要在進一步的釐清調查 那根據了解這間屋子 他們是呈現繁瑣的狀態 而屋內是並沒有打鬥的痕跡 是否是有外力介入 警方都還要在進一步的調查 以上最新交集 先把相還給棚內主播 大樓深夜燈火通明 警方進進出出 因為母親節前夕三重驚爆 滅門血案 那時候有跟媽媽講說 那不然你錄影給我 至少讓我看到你的人吧 讓我放心一下 一樣沒有做這東西 他說他手機馬上就黑掉了 家屬趕赴現場哽咽崩潰 11號晚間新北三重移處民宅 警方破門二入 發現一家三口全部身亡 包括68歲留姓祖母29歲成姓二女兒 以及3歲男童一共3人 遺體腫脹被棉被包裹 倒臥在臥室床上 還飄出濕臭味 估計已經沉濕超過7天 那個女兒都常常會叫外送啊 她比她每天被我叫很多啊 這幾天都沒看到 好幾天沒出現 直到報警才揭開這起命案 拉開時間軸 大女兒說 最後一次和母親通話是4月23號 期間多次致電都是未接 5月4號打去 妹夫傳訊回覆 母親正在幫孫女洗澡晚點好了 再叫她回電 5月5號媽媽傳訊說 手機壞掉了 等女婿帶她買完手機 就會回電 大女兒等不到電話 5月6號試著聯繫二女兒 同樣沒接 傳訊告知 人在台中 等回台北再請媽媽打電話 卻還是遲遲未果 我一樣你沒有聽到我妹妹的聲 一樣都是只有Line的回覆 都是問我說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為什麼這麼急在找她 長達兩個多禮拜 都只有文字訊息 大女兒心中焦慮不已 不知背後到底是誰在回覆訊息 而她也透露 4月與母親外出時 對方手機不斷出現追繳訊息 上方更驚見妹夫姓名 疑問之下才發現 妹妹曾為丈夫 向母親借了40萬元 如今一家三口身亡 二女兒丈夫行蹤沉迷 門鎖是反鎖的 沒有遭侵入的痕跡 死者身上沒有刀傷 現場也沒有凌亂打鬥的痕跡 警方出判無外力介入三重滅門邪案 到底是何人所為 目前仍是疑點重重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張正銘 陳宇軒SNG小組 清北報導